这就是昨晚的比赛将要结束时发生的一幕 广东队球员杜峰与新疆外援查尔斯争夺篮板的时候 杜峰先是用头顶撞了查尔斯 随后查尔斯一击重拳狠狠地打在了杜峰的脸上 面部受到重击的杜峰顺势倒在地上 经过医生护士的紧急处理后 昏厥的杜峰为大家抬往休息室接受治疗 对于眼前的这一幕 肠上的珠方雨看得一清二楚 最后因为最后被球然后抢篮板 然后那个外援就是 就是一直在就是抢位的时候 用走的在攻击杜峰 然后就是车后享受了以后 杜峰就可能跟他发生口角吧 然后那个外援就一拳打 就看得很清楚 被抬到休息室后 护士给杜峰进行了紧急吸氧 并一直守护 杜峰的姐姐和爸爸 在一旁心疼地观察着受伤的杜峰 经过医生的短暂处理 杜峰被送往医院 那么上一场我这个是无意的 那么这场杜峰我就是故意的 所以性质不一样这种受伤 在东莞市人民医院 医生对杜峰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全民检查 医生表示杜峰有轻微脑震荡 所幸并无大碍